为了帮助小朋友更了解防灾知识 今天消防局特别举办 建国百年儿童防灾护照发表会 一开场除了有魔术秀带动唱暖场之外 另外红发大嘴的麦当劳叔叔 也和小朋友一起做防灾问答互动 让现场气氛嗨饭天 为了让小朋友牢记防灾的步骤 消防局特别设计叫叫CAB 拉拉鸭等简单的口诀 那现场小朋友念几次就朗朗上口 头部一遍CPR最新口诀是什么 叫叫CAB 不只是口诀 为了让小朋友更清楚明白如何防灾 现场还安排消防局的叔叔阿姨们 亲自示范使用灭活气和心肺复苏素的方法和步骤 谈起这次儿童防灾护照发行的目的 台北市消防局长萧英文表示 防灾的教育是要从小朋友来开始 那小朋友拿到这个护照了以后 他可以回去跟他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还有他的哥哥姐姐 他一起的来体验 我想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来前面提升前面的防灾 台湾情报记者陈佩均 许传章 采报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采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采报